也有分析指出,随着中俄两国两军关系的进一步强化,加上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已经完成亚太区域组网工作,中俄或许可以在卫星导航系统的组网和使用上进行更密切合作,让两国合作更具互补性。 然后再继续发展一些定位进度更高,寿命更长的一个新卫星。而中国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组网阶段,才刚刚完成了亚太部分,还有后边的一个更大的一些,就像满足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导航定位。